3月24号,国外服装企业H&M集团被曝光发布声明抵制新疆棉花产品在网络上发酵,引发众怒。 消费者纷纷在网上留言抵制购买其产品,多名中国艺人宣布解除合作。 H&M遭各电商平台下架,外交部、商务部、中销协相继发声,谴责H&M对新疆棉花的无端抹黑。 3月25号中午,记者在北京一家H&M实体店看到,店铺仍在正常营业,门口并未贴出任何相关告示。 午饭时分,店铺顾客零星,一层收银台无艺人结账购物。 据了解,H&M在中国多个城市有线下实体店。 当天下午,新疆、济南等城市的一些H&M实体店铺也已经暂停营业。 民众们表示,外国一些企业对于新疆棉花的无端抹黑非常过分,令人无法容忍。 他没有资格去说我们说这个话,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太过分了。 我们中国的百姓以及我们中国的国家层面,我们对他们都是一个很包容的状态。 但是他们居然不能如此有好的对待我们本国的产品,这个是无法容忍的。 有媒体发现,这份名为H&M集团关于新疆禁止调查的声明发布于2020年10月。 声明中称,集团对来自民间社会组织的报告和媒体的报道深表关注。 其中包括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强迫劳动和宗教歧视的指控。 他们将不予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工作,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原材料。 此外,近两年发表过与新疆棉花切割言论的外国企业, 还包括BCI成员巴宝利、阿迪达斯、耐克、星百伦等。 3月25号,外交部商务部发言人对于一些外国企业抵制新疆棉花意识做出回应。 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指责完全是个别反华势力炮制的恶意的谎言, 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,破坏新疆安全稳定,阻恶中国的发展。 中国光明磊落,中国人民友善、开放,但是中国人民的名义不可欺,不可为。 所谓中国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,完全是子虚乌有。 我们反对任何外部势力,干涉新疆事务和中国内政。 反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,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, 对中方有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。 希望有关企业尊重市场规律,纠正错误做法,避免商业问题政治化。 同时,我们欢迎外国企业到新疆实地考察, 也愿意为各国企业在新疆开展贸易投资,提供支持和帮助。 中消协也发表声明指出,相关行业组织和跨国企业应立即停止实施类似虚假宣传、 歧视政策、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做法, 立即纠正不诚信、不公平、不道德的商业行为, 真正担负起跨国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和社会责任, 以实际行动体现对中国消费者的尊重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